没有办法直接使用公式,像这个样子,即这样子,不能马上用 情况A,假如是这个样子,阶级感,你阶级感的话两分受力,不能用 B的话,你是P1,P2,P3,一般的中间受力,中间受力,像这样中间受力的话,你这个也没有办法马上用 我们能够使用这个公式的话,只有这个状况,两端受力 而且,这边的捷面机,等剖面的,才可以直接用,那碰到这个怎么办 第三个,可能是阶级感,它的捷面机不一样,而且有中间受力的 中间受力的,那这边也不能用,但这个状况呢,可以这两个 假如这个,这边的捷面机A1,A2,这个相等,就是这个状况 假如中间没有受力的话,这边等于0的话,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,我们只要讨讨这个,另外,这边的话,是什么 好,圆轴向,且面机,还有它的受力,受力情况都 軸向變化 譬如像這樣的 錐形的這軸 好 這邊受力 好 P 等於 S 有關係的 前面 G 也是跟 S 有關係的 這個不能直接用 那怎麼辦 所以我們把它分成兩個 解決之道 這個 可以處理這兩個 這個 在這邊的話 這個 我們要去處理的話 就要畫著力圖 即 前面積分布圖 這兩個方法 可以去處理 這個呢 微小嚴肅分計畫 這個 不能用了 微小嚴肅分計畫 用這兩種方法 就可以去解決了 好 那我們看看 因為彈簧 我們知道感見的時候 可以把它簡化成彈簧 那彈簧 它有串連並連的 物理 你學過的話都知道 內力跟變形成正比是直線的關係 好 這邊 這邊 有所謂的串連 那 想辦法 我們用兩根就好了 兩根把它合成一根的 把兩根這樣作用的時候 拉力 好 好